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水晶女孩 石老师 你们老师说 石老师用的东西太贵了 自己买不起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买不起怪我吗 好吧 其实我有办法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了 我认为最好用的20块以下的好用的东西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最贵的 这个呢 它是庞氏的散粉 我知道我身边很多女孩子 他们都喜欢买那个月师风银的散粉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用过庞氏 只要四分之一的价格 我一般不用在脸上 我要用在自己的秀发上 我自己经常不洗头 这个时候你如何洗心革面 让自己的秀发变得非常的清爽呢 你就要倒这个 你看我现在不是倒了一手吗 然后我这样糊糊糊糊糊糊 然后放在我的发根 其实我只是稍微用了一点点 你就会发现我头发其实整体变得蓬松了 就没有那么油了 今天我洗头了 所以你们看不出来效果 你们要想看效果 自己买去吧 刚刚介绍了一个是20块钱的单品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还是有点贵了 下面我们把价格再往下压一点 介绍一个18元的产品 经典国博民族的骄傲大宝防晒霜 每到夏天我一次性可以买20多瓶 它是我认为我用过的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 防晒霜而且效果也还不错 只不过是它的防晒指数是SPF20 然后两个加号 我给大家感受一下 所以它其实如果你要去海边用 什么就不太合适 但是它质地还是比较清爽的 你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它都是可以的 18块钱75克 一般如果你用的省的话 其实一个夏天也就用那么 三四瓶用的比较省的话 我自己一般会用10瓶以上 因为它很便宜我就会疯狂的土 好了刚刚介绍的是20块钱18块钱的产品 下面再给你们价格降一降 再降一降再降两块钱 16块钱你能买到什么 我表面上这根细细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细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 它就是自生堂的六角眉笔 什么你没有听过自生堂六角眉笔 你真是太土了 你是村里来的吗 你们村里通往了吗 你连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跟你说只要有一个美妆店 你打开如果没有自生堂六角眉笔 那也是有可能的 它很上色 不像有一些眉笔你用着用着 你会发现它那个东西被 就被一些东西凝固住了 都不上色了 但是这个六角眉笔就不会 它用的用料可以防过敏 其实我已经画上眉了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那个上色功力有多强 你们看一下我随便画了几下 就是右边就已经是非常深邃的那种 星空黑 左边就是平时画的这个 平时的那种灰色的眉毛了 刚买的时候它上面是有一层蜡的 你不是买来立刻就能画 而是你买来可能要把它表面刮一刮 然后才能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非常的上色 这个样子 好了 下面我要放大招了 它就是鼎鼎有名的标题的易乳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乳液 它为什么叫易乳呢 因为里面含唯一的 大家这个阅读理解要做的好 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重的那种香精味 然后涂在身上是非常容易吸收的 我到秋冬天期就一定会用它 把它涂在胳膊上手上脸上什么的 而且在北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冬天你躺在床上 你总能觉得自己脸上的皮肤好像已经发酵开裂了 然后有点毛毛躁躁的 还有点发痒 皮丝干的时候就容易发痒 这个时候你只要拿它在你的脸上厚厚的去糊一层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整个皮肤已经开始光滑很多 不是特别的痒 标题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 不到10块钱啊朋友们 它有100毫升 也就是说每10毫升只要1块钱 1毫升只要1毛钱 我们国货有这样良心的品牌 我真的是现在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我不想去日本也不想去欧洲 我就想留在标题旁边默默的守护它 标题由我来守护 上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实用小工具 也是9块钱 就是我面前这个 它是干洗刷子清洁刷子的工具 它是活性碳的海棉 然后我拿一个我刚刚已经画今天眼妆用过的刷子 上面已经沾满了眼影 但是呢 你再想去浓染其他的颜色 现在一般像我这种一小很高窗的女孩 我在眼睛上一般浓染四五个颜色 我告诉你们 四五个颜色就要四五把刷子 四五把刷子 那也是挺麻烦的很贵 然后你还要洗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这个活性碳的清洁的工具 我们只要在它表面上这样刷 你看活性碳上就已经开始有那种南瓜色的 我眼影的颜色印出来了 你看现在是刷完的样子 给大家展示一下 刷完的样子 刚刚整个就是南瓜色 但这个其实看起来已经是刷子原本的颜色了 下面给你们展示什么叫真正的国货 性价比 平民窟女孩 下水道女孩的最爱 当当当当当 就是我面前这个啦 敷美琳的洗面奶 而它只要三块钱 你没看错 三块三块三块 关键是他们家有很多很多不同颜色的洗面奶 都很便宜 这个黄胖子是口碑最好的 黄色的 主要功能是除买 然后呢它还适合油性的皮肤 有点控油的功能 如果你是干皮 不好意思 这个三块钱你可就享受不了了 像我这种油皮它简直是真爱 其实很多洗面奶是低泡的 就是它就是低泡的洗面奶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胖胖空腹的话 你要配那种什么起泡网啊什么的 最后我要放出我的网 我今天的大招大家准备好了哈 登 亚邦的口红 亚邦的口红下责只要9元一支 9元一支 买两支 送一支 三支 包邮 十几个色号 你如果全部哦的话只要100块钱 这很多人以为那种很便宜的口红 它的色系都 它的色号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美丽 亚邦不一样 什么流行它出什么颜色 什么南瓜色啊 姨妈红啊 它全都出 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是带着一点点亮晶晶的橘黄色 非常非常的显色 哎呀妈呀不行了 还是有珠光效果的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我自己平时很喜欢用的 非常显白的红色 我的妈呀 这个和我平时用的阿玛尼有什么区别 我是认真的 亚邦 亚邦这么便宜的口红应该也给不起广告费了 所以这个不是广告 但是真的就是它这个质地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好 哎呀哭了哭了 我要流泪了 天呐第三个是超有气质的那种深一点的豆沙色 涂完之后感觉自己温柔的小片脸 我平时涂一些口红的时候 我一定要涂全部打底 这次我没有涂全部打底 它竟然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丝滑的那种 现在我来涂一下这个 我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这是有一点复古红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 只有屌价天三天才能形容它 为什么我们国货的质量这么好 我的天呐我要流泪了 真的不是广告 是它真的很好用 但是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虽然我在这边录了很多不到20块钱的性价比单品 但并不是说我很这么严格的觉得价格低一定好 或者价格高一定好 我觉得产品本身它价格高和价格低 有自己的定位 有自己的品牌和自己的受众 所以不存在说什么 刚刚就贵的东西就一定好用 或者什么贵的东西就很垃圾 什么雇值钱不如那些便宜货 只不过每个人在自己的经济水平下 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完全没有问题 尤其如果他们是国货的话就更棒了 666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结束啦 大家拜拜